持续待遇看到是美国商会了 是超级强大的商业游说团体 也代表美国最大公司的利益 其中有一些公司竟然是长期违法 从2000年以来至少发生了15000多次的违法行为 而且罚款的总额已经超过了1560亿美金了 而其中摩根大通支付的罚金最多 在过去20年当中累计已经超过了350亿的美元了 我们持续要带大家来看到是中国的饮料巨头 哇哈哈的创办人表示 由于去年发展成长了17个百分点 今年给员工准备超过6亿人民币 也就是26亿台币的奖金 而且口评结束之后还会发给员工大红包 此外还要替员工来加薪 甚至解决员工的住房问题 真的听了让人觉得好羡慕哦 我们另外带您看到另外一个大厂商 是日本知名的服装连锁店 UNIQLON了 与Amazon等大型的科技公司不断的较劲 而今年向中期年资的员工将会支付高达10亿日元 大约是新台币2.4亿元的酬劳 而UNIQLON的创办人表示 今年将会提高工资 对于这段路上